Rose和KP 今天出席的老婆 安排到這個聚會 另外非常感謝您的邀請 介紹一些基因治療的新發展 剛才KP說有什麼可以帶走 我猜最重要是帶走一個信心 對我們自己 對整個人類 對我們的醫學界和科學界的信心 最重要是你自己的信心 希望可以從這裡開始 我們介紹一下 究竟我們現在的發展是怎樣的 我知道今天我們的題目 是要講Gene Therapy 即是遺傳基因的治療 針對性一開始時 KP告訴我 他講One-year-old disease 這個題目都是說 在罕有病裡面的遺傳基因 或者基因的治癒裡面 我們有什麼進展 不過呢 這個題目就打漏了 還沒有了很多罕有病 為什麼呢 其實是蓄意的 其實我們要很多謝人類 在這麼多年來的科學發展 是讓我們首先由一些 比較偏有的 罕有的症 從那裡疏離了病理 然後呢 從那裡製造一些方法 希望我們可以 治療一些病 其實呢 很多我們現在認識的 所謂常見的病 後來呢 都是在這個層面上 來學習 學習了很多 即是說 一些很基本的 一些病的基礎之後 從那裡轉發來一些 一些治療方式 亦都可以幫助很多 常見的病 所以其實呢 到最後我們 不管它是 罕有還是常見的 這些所有的治療方式 其實都是共通的 我在這裡講講呢 我今天呢 就想跟大家介紹幾個討論 第一 就 這個是 Rare Decease Alliance 是吧 KB 的 會 Hong Kong 所以我想 Rare Decease 大家都知道是什麼 罕有病 可能有些 未太知道呢 我都會輕輕介紹一下 作為一個現象 Hong Kong 一個開場白 不是Rare 就是Kalman 所以 Kalman 我不講了 主要是講Rare 第二 我會講一下我們同事 不管是Kalman 也好 常見也好 或是罕見也好 我們都是用同樣的一種方式 第一 我們希望可以避到便避 預防 什麼時候都是好過治療 第一 就是避 避了去 第二 如果不行的時候我們治療 很多時候 現在我們很多的發展 都是希望在這兩方面一起進治療 現在我們的基因前 去到哪個位 即現在 2023年 這個11月的時候 我們所有事情其實在發展 所以最後我會跟大家講講關於未來 應該是看到的進展 會是怎樣的 這裡我不詳細解釋 什麼叫做罕有病 有很多同事 或者跟Rare Disease Hong Kong的療友們 大家都知道 但也順帶講講 其實有很多國家或者地區 是做了白龍功夫 但也未必一定 各個都是同步來做的 所以對於 例如說罕有病的一個界定 是每個國家地區都不一樣 在香港這方面 暫時我相信 也沒有一個很大家共通的一個 的概念方式 不過排檢上下 總之是稀有的稀有 很常見的就是稀有 當然 中間是一個 驅毀 很多時候 我們 架定某種症 是否真的Rare Disease 有時候都會咬一咬 不過這個也不太多 反而另一個Termal很重要 就是Orphan Disease 即所謂孤兒症 也都是Orphan Drug 就是沒有人理睬的 沒有人很疼他 問題就是 我們就是靠這個 Orphan Disease 這個concept 希望可以引發到人 對某一些症的關注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我們都有 全世界有很多組織 包括了一個 叫做 大家如果上網看到 這個 這個 那邊好像沒有 對不起 我們 這裡按 你就按 OK Orphan Disease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 因為 亦都說了 這是法國的組織 現在很國際性 現在 裡面有很多資料 是關於所有 我們平時所謂Rare Disease 一些最新發展 我剛才說過 有很多國家地區 其實已經進行大陸 進行大陸 進行大陸 中國 我們國家 本身 也都 在數年前 也都出了一個表 出來了 出了一個表 就說究竟 我們六個都有一個 我們一會兒介紹一下 國內的情況 給我們知道 那個 羅列佐的表 也都認為 這些是重點式 我們要注意的 一些Rare Disease 所以 這個 我不詳細 逐個來解釋一下 大家如果有興趣 因為這個 就會整套 好像拖助 一會兒 隨時可以測試 先說 不管你是 稀有 罕有 或是常見的疾病 我們都是兩大 不同的方式 對方 一個是 預防 一個是治療 那 預防方面 是應該先行的 但很多時候 這個治療 就是一個 就是預防不定 已經出了事了 經常都要搞治療 我們大部分的時間 花了很多心力 都是在治療上 你見現在很多醫療 關節檢疫 以及融資 都是放在治療上 這個當然 我們是一個平衡 始終 是要看 如何來治療 這個表 其實是一個 挺有趣 就是由出生 到成長 到老 到死 整個過程裏面 我們怎樣對待 如何來做一些治療 和預防 這兩方面 什麼時候我們需要做一些 篩選 或者是 補查 什麼時候我們 需要針對 過人的一些治療工具 如果大家有興趣 可以回看 那時候 看看不同的年代 我們 人生的歷程 裡面 用這兩個大的方式 我們怎樣去面對 我們可能的一些病 有些病 就很常見 例如說 蠶豆症 大家都聽過 在香港來說 不可以說是一個 Rare disease 不是一個 罕有的症 但在中國 北方是罕有的 即是我們面對 一些不同的基因 的族頻 表現方式不一樣 在北方的中國人 很少蠶豆症 在南方 廣東廣西 很多 所以大家看到 所謂 罕見 和常見的病 時 亦都看完 它的不同的秘域 針對 這個 剛才我們說的 葡萄糖 六輪酸去興酵素 別物症 簡單地 我們平時 不好意思 可以回去前面 那張 這個就是 蠶豆症 蠶豆症 我們現在有方法 可以醫治 但在1984年開始 在衛生署 亦都開展了 防禦的一種方式 怎樣呢 就是所有新生病 我們全部看完 那些磁打血 看裡面的 六輪酸 和糖 那些興酵素 是否足夠 是一個補查 補查的過程 如果有事 我們就會很快去通知家長 然後看看 用什麼方法來治 這個是香港行斥 有效的一種補查方式 另外這種 日生生疑的一種補查 其實已經推展到 二十幾三十種不同的證明 有很多是刊憲的 葡萄糖 盧倫酸 去興酵素 結婚症 這個是常見的 可以這麼說 因為在香港也說得常見 但是呢 跟著來一堆 其實那些所謂 代謝的問題 很多都是可見的 今次在座 亦都有一個家庭 亦都是兩個所謂代謝病 亦都是由於 很多時候 如果能夠用這些 的普查方式 是可以在新生病院找到的 好了 講完預防之後 我們就集中地講治療了 因為今天的 topic 都是Gene therapy 基因治療 所以我餘下落爲的十五分鐘 我就會純粹講治療 我們怎樣治療呢 其實最大部份的治療 有了病之後 我們都是嘗試用一些 頭那兩種類別 講了四種 不同的方式來做 最大部份 其實都是頭那兩種 譬如說 有些人生出來沒有汗線 不懂得怎樣排汗 那問題出了 就變得產生什麼後果呢 就猜到 你排不到汗 那些熱就出不了 跟著就 整天都中暑 自己在那裡中暑 那些情況怎樣呢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整個冷氣機給它 由頭到尾幫著冷氣機 那真的 你調低了那個 所謂室外的 氣溫的話 絕對它就很舒服 它不需要用汗線來排排 看下去 那這個就是 環境的一種方式 有些人不能吃某一種藥 譬如說 有些食物裡 某一些氨基酸 他不能吃的 有一種症 叫做 Ginauketomuria 今天應該沒有病了 有TKU 來出席的 但是呢 有那些 我們就要很小心 那些食物 那些食物 是環境因素 但是裡面 如果有個 記種高出 是可以驗到它 產生一個 身體的效應 那種 那種 那些氨基酸 我們就要避免了 1987年的時候 我去日本 開一個 新陳代謝病的 會的時候 他們就鋪了很多 閃了一張桌 上面就有個電盤煲 這樣就煲了一些米 然後隔壁就做了一些咖喱 就是咖喱汁 他們沒有做咖喱牛肉 和洋肉 那麼多東西 只是咖喱汁 然後就叫他們試 咦 吃下去的味道很好 一些很好吃的日本米 很好吃的日本咖喱 然後他們說 這兩隻 他們是故意做過的 裡面 連那種的氨基酸 都是撇除了 撇除了之後 那些如果是PKU的病人 就可以吃 可以吃這隻白 和咖喱 跟我們平常吃的日本咖喱一樣 所以 看看你如何思考這個問題 如何做這個字 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可以配合很多社會的功能 例如病人 有些病患者 是可以得到一些好的治療 這就是第一樣 環境的一種改變 第二就是 Physical Therapy 我們可能有些病人生出來 或者大家看到有些病人生出來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身體的缺陷 包括譬如風唇、裂幕等等 這些最簡單就是可以做手術 Physical Therapy 有些可能會 身體是張力的問題 我們就幫他做一些物理前衛等 這些就是 平時我們都 絕大部分的罕有症 都是用這些方法來治療 所以說 可用症有無可治療 肯定有無可治療 全部無可治療 不過是用這些方式來治療 好了 第三、第四類 就是我們比較特殊一點 這些就要看醫療的發展到哪個位置 我們現在才能提供到的服務 其中第三類就是 如果有一個人不夠某種酵素 最好的方法是怎樣 給他一些酵素 給他一些酵素 就可以治療到 這個叫做 Enzyme Replacement Authority 很多人都立頭已經知道 用緊也不明白 我待會有些例子 好了 另外就是第四樣 如果有些基因是不正常的 怎樣治療好呢 最簡單的做法就是 給回一些正常基因去 是吧 即是說得容易 不過怎樣給法呢 就是今天我們講的題目 即是說 我們會集中在第四種 和大家一起研究一下 好了 立刻接入我們的題目 Gene Therapy 基因治療 我剛才講 1987年 我去日本開了會 去講 新陳代謝的問題 但 在大會裏面 他們請了 Keynook Speaker 就是這位先生 一個很出名的Scientist 他叫做Anderson Franc Anderson Franc Anderson 1987年 就開始 其實在1980年初 已經開始做很多這類的工作 就是看究竟 那個基因 如果要治療的時候 用的最好方法是怎樣 根據他當時的想法 就是 他會用一些 一個載體 正好 大家有沒有打到疫苗 災難爆發 Covid 過度又 Abend 流感就打了,流感就刚开始了,一定要打 先宣传一下,我刚刚才被人打了一针 这个是要的,这次可能COVID也要 好了,里面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是一个病毒,他打给你的直循病毒 不过病毒不会害你,是会帮你的 同样的理由,例如Gene therapy 你可以用一个病毒带着一个正常的基因 然后打到人体中,将你原本的病患 就可以修复回去,这就挺好的 最简单的概念就是这样,所谓基因治理 Anderson1987年时,就周围跟人说 我现在开始是可以做这件事了 所以在那个会,他刚刚就请到1987年 在日本,就在Satoru,他就说这个 但是当时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这个用一些病毒作为一个再体验 然后将一个所谓正常基因 他转到一个人体中,这是一个很新的概念 他接着那三年,就和那些 美国那边的科学家大家一起谈的时候 和他监管一些谈的时候 是遇到很多障碍,很大的困難 那些人不相信他,原来这是不行的东西 也都是危险的动作 但是说到1990年时,这些人终于是 因为他有很多新的数据也都给他们 1990年时,他就开始接受可以做难的 所以说回来,也有三十多年 但是那个故事就不是这么简单 然后他就做了什么呢? 就是做一个叫Adenosis deaminase deficiency 是一个女孩有一些先天性的一种抗疫的能力 是低下的 后来就有些初步的成功 也都似乎是一个很有发展的手段 但是隔了几年之后 亦都因为有一些另外的experiment 产生了一些医疗病故 医疗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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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病患 所以Gene therapy 用这个再体的方式 当时遇到很大的困難 基本上是停止了 停止了很多年之后 才再用回 但是再用回 最后我会讲这一段故事 好奇 Anderson 所以你会看到 在右手边 他叫做 The Father of Gene Therapy 如果上网看 真的可以看到 The Father of Gene Therapy 就是Brain Anderson 但是后来他又被捕入坐牢 很不幸 60岁的时候 被兄弟告诉他 非丽女仔 那被捕入坐了十多年 很可憐 出来当时只挂十岁 这个是另一个故事 这是Gene Therapy之父 开创了一个很新的概念 但这个概念是很崎嶇 现在开了一个 我讲一讲 现在我们看到的 起码用的方式是如何 其实Gene Therapy 这个名称 其实现在 除了用Anderson 最初开始讲 用一个再体的方式 用一个病毒 带一个正常基因 射到一个体内 用这个方式 除了这个方式之外 还有其他 就是我们统称的Gene Therapy 即基因治疗 有几种原来的理念 都是Gene Therapy 不过最初开始的时候 就是Anderson 就用这个 好了 他用的方式 其实在右边看到 这个圆圈是一个细胞 它里面有核 细胞核有基因 在一大区 就是简单来说 他那个核 就会说 OK 细胞里面 我们 麻烦大家一起合作 我们想做一个 某一个蛋白质出来 这个蛋白质 是对身体来做一个结构 或者这个蛋白质是一个 酵素 就是酵素 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基因是错了 这个不是基因 不太清楚 路边有些人看不到 不要紧 你可以再回去重温 起码 这个卡通可以看到 有一些基因是坏了 我们这样说 我们这样说 即不是科学这样说 但是 我们简单来说 它变异了 是坏了 好了 我们如何将它 这个细胞 可以促势它 做回正常的蛋白呢 要不然它制造不正常蛋白 也没用 这些似乎有几个工具 第一 在这个圆圈的左 在左上角 就看到一个 好像这是病毒 正正我先说 Anderson 的概念 就是将病毒 带一个正常的基因 入到细胞里 又告诉细胞里 不愿意做事 做一个正常的蛋白质出 让身体可以全活得好 好了 现在不单只用这种方式 这个圆圆的左下角 其实有另外一些 携带的工具 有一些叫Nanopalicles 即是一些纳米小型的东西 最近我们打COVID-19 也是Nanopalicles 包吹一些东西 用来打到你的身体 这些概念 用了很多不同的场景 即是说 其实我们几十年来 慢慢将这些 先头认为 是千马行空的一些方法 现在可以将它 真正的用上来 打下去之后 就会告诉细胞 现在你做好它 做一些正常的蛋白质出 这就是在细胞的层次 做的 即是在人体那里 直接做的 另外有一些 在左边 大家看到有些方法 就是 你不是立刻打下去之后 你可能抽了身体 某一些组织 出来 例如一些血 或者是 製造血的组织 副水等等 拿出来 那些细胞 你说 我们将那些细胞 改一改 改完 改完 就是 将它里面 一些重要的信息 可以 然后将它 又输回到这个人 那里 好处就是 这些细胞 它本来是你自己 它不会排斥它 然后拿出来之后 改了它少少的东西 它是适合的 然后打回来 第一它不是排斥 第二 如果适合 适合的时候 它便可以直接用 这个是另外一个 传递讯息的一种方法 所以稍后 我会有四个例子 讲一下不同的情况下 如何 是最近这六年 七八年左右 有四个很重要的例子 除了这四个例子 还有很多 不过那边我应该 看看有没有时间 讲 这个其实是一张 HL Communication 有一个 标签 插出来 它就是简单地提了 就是在19 sorry 到现在 起码左边的四个 大家现在看到四个 四个巴 是由黄色开始到绿色 这四个 我想提一提 由2016年到现在 是发展得很能力尽致的 一些工具 这些工具 让我们可以起码去四种症 这些是很标致性的发展 这些是很标致性的发展 这些的治疗 那 在最左边呢 就是 Olegonututite Therapist 我想中文名字 我待会再找到 或者 你可以帮我说 Olegonututite 听到就听到 听不到 应该不重要 我们再補一下 总之 这个呢 是 现在呢 香港讲的 就是 Spinal Muscular Actrophy 大家知道 SMA 这个是脊椎肌肉萎缩席 这个呢 这个呢 亦都是 在早几年 KP 都大力地推荐 然后 接着 政府 香港政府 就从前二流 终于 就 引进了 这个药 这个药呢 是 这个 concept 其实都 很 很 简单 就是 Anti-Sensitology 我想 太精力不可不说 不介绍里面 那些肌肉的东西 但起码我们知道 是 对某一种肌肉萎缩症 是有一个 很重要的方法 这种肌肉萎缩症 它本身 譬如说 某一个基因 又出了问题 但是 出了问题 基因 我们既然出了问题 有几个方法 要是 就铲了它出来 安一个新的 正常下去 要不然 就想一下 它隔壁有没有一些基因 都是做 这么多的事情 都可以製造好 蛋白质出来 如果可以的话 我就不理 才可以 放在一边 即是坏 坏了 就能离开 电池 不需要 继续在便利 隔壁的电池 旁边的电池 原来都可以 拆着的话 我们还要拆下 现在它用的方法 就是拆下 另一个电池 终于做了 2016年 美国的监控机构 是容许它 做了这个 这个 这个 现在的 现在的 大家知道 这个要打下去 直追 每四个月打一次 这个是最初开始时的 价值 好几十万 一个 一针 我想这个是改造的 现在开始 比较便宜 多些人用的时候 所有的东西都会便宜些 所以开始时 制造任何东西都是贵的 香港政府 亦都是有这样的压力 当然是需要 为我们的病人去顾问 这个印尽座 这个是2016年 第一个 最左边的用 好了 2017年 接着就用另外一种 也有些新发展 2017年的时候 大家记得先头的图 我说 有些病 就是抽出一些血 或者是骨髓 或者是组织 然后 改缘里面的基因 改缘之后 再打回病人 这个 其实是 这个概念 一直都 就是 科学家想了很久 但是2017年 终于成功地 是做了卡兹销 的治疗 本身是一种基因治疗 但是它的方法 不是用病毒 来再看 它用卡兹销 现在可以医治很多东西 包括一些 一些淡巴牙 都是一些血牙 现在 如果你看银码 最低银码 当然很贵 但是卡兹销的好处 就是打一针 就搞定 所以这是一个 它的好处 好 好了 2017年之后 还有什么新发展呢 开始 又用Anderson 当年 想的 会否用病毒 可以将一些正常的基因 打到人那里 帮他解决一些 遗传症呢 这个 当年 在2017 同一年 亦都 用这些科技 可以帮一些 眼疾病人 大家都记得这个 Labor Concentrum Morosis LCA LCA 就是RPE65 KV 就很熟 Gemitis Remontosin 就是眼底色素的问题 这个是先天性的问题 我们知道 这个 RPE65 这个基因治疗 正正就是Anderson 当年 用一些病毒 再看 然后将一个正常基因 直接地出射下去 某一些细胞 这个打法就是打到眼底 这个做法呢 2017年终于成功了 那种药 叫Listana 当时每一只眼都要打一针 就要四十万五千元 利金 就是说两只打完 就是一百万利金 现在的价钱应该很强 肯定很便宜 而且他们继续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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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 而可以帮到病毒 直接打回来 而单止这样 用这些病毒再看 做一些治疗工具 后来的发展 这两三年 三年多了 现在的病毒萎缩症 也是用这个方法来做 除了我先头说的 打到背脊那只 那只 脊椎那只 原来的一家公司 属Gensma 也出了 另外 我们知道 血有病 也是用这个方法 所以用这个病毒再看 这个concept 所以 在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都用了这些方法来做 所以 其实用病毒 做了一个载体 这个concept 雖然開智營時有很多問題, 即是父母的生理, 不是因為他這個生理, 而是他那些個人操守問題, 但其實我一直追蹤他的故事, 因為1987年我第一次見過他之後, 一直追蹤他的故事, 後來他在監獄裏面, 其實他一直都在跟著genitality, 在監獄裏面十多年坐監, 他一直都在看書, 看所有的法治, 當然後來他看出來之後整個八十歲, 都停了, 所以很多事情都沒有辦法去做, 已經鎮入了另一種新的technology的世界, 包括我現在講的, 我最後講的就是gen editing, Anderson在監獄裏面, 他一直都在看gen editing, 甚麼是gen editing呢? 就是基因的編輯, 基因編輯是怎樣? 他都是基因治療的一種, 不過是用最新的一種方式, 一種基因編輯, 這個基因編輯, 兩位發言者也都拿了六部院長, 大家知道他十多年前, 但現在真的很有用, 基因編輯這些方法, 在不同的病, 譬如說, 我們華南, 除了GDD, 就是浩洪酸基, 輕酵素, 碟化症, 簡稱蠶狗病之外, 另外一種最多是, 地貧, 地中海分別, 有α, 有β,有β, 兩種, 我們太多了, 因為廣中、廣西人, 特別多個carat, 即是我們帶著, 所以一直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治療是一個問題, 究竟我們有沒有徹底的方法, 可以更持呢? 現在有個儲光出現, 就是由於genome editing, 可以嘗試, 或者起碼現在已經是proofment, 即是在2212年, 我們開始知道有一個 CRISPR-Cas9, 這種基因編輯的方法, 去到池園, 可以在兩種症, 一個叫Sickle Cell, 原刀痕癒症, 另外一個, Hasemia, 就是地中海分別症, 開始做臨床測試, 這個大家記得厚望, 亦都希望可以很快去, 普遍地用到的, 這個就是最新的科技, 10年前, 開始用genome editing, 這個, 用新的科技做一個, 有基因治療的方式, 這四個例子, 其實過去這幾年, 就是四種的技術, 非常堅持性的, 即是說, 我們怎樣用最新的科技來, 當然, 我們傳統上, 10年前, 都不用想了, 這些我們只可以, 只可以, big diagnosis, 即是層段, 但是呢, 只可以用最傳統的方式來治療, 傳統的方式就是, 冷氣機, 或者改食物, 一些咖哩, 沒有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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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的食物給他, 用這些方式來治療, 現在不了, 現在我們想, 怎樣來跟治療, 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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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他可以, 一了八了, 那當然, 我想, 就是, 我不會再說下去了, 跟著, 因為要吃飯了很多, 其實呢, 還有很多, 我先說第四項, 我要說到Future, Future那些, 大家自己看, 好嗎, 即是, 那一套, 我留在這裏, 大家自己看, 因為太多東西了, 有很多, 發展的東西, 其實, 很快就可以, Amyloidosis, 在用中, small interview, 這個list, 就是一些, 未來的東西, 就是一些, 未來的東西, 希望, 大家如果有興趣, 可以拿這裏, 回去慢慢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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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很多科學家, 有很多醫療家, 有很多病人組織, 大家一起努力, 也有很多政府一起做, 希望可以, 將我們這些治療的方式, 可以向前進推進去, 所以, 要帶走什麼今天, 第一就是, 第一就是, 第一就是信心, 第二就是, 帶走我的屁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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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